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我們會為你主持今集的節目 袁醫生你好 Carmen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袁醫生我們今天先來解答一封讀者的來信 聽眾的來信 應該說 這個聽眾叫梁小姐 她說袁醫生你好 她吃了素八年 她開始吃素的原因是 因為她當時身體不太好 但沒有任何狀苦上的問題 只是中醫說她氣血循環不好 她當年每天到下午3時不夠 就開始眼蒙蒙了 她說大概是體內過濕 中醫說 經過這麼多年身體 就漸漸改善 但始終每個星期都要固定去看中醫 如果不去就好像不能夠如常生活 她想大概的原因是因為她讀中七的時候 爸爸突然間離開了家 突然間她不可以再讀書 她爸爸還欠閒很多債項 一時間她只能讀多一年 就需要工作了 而自小媽媽也是一個性情好暴躁的人 事常打罵 也會脫去她們的衣服 趕她們出街 她媽媽的意思是 我給你的東西因為你不乖 全部我都要沒收 這種情況持續至中一 當年媽媽怎樣打鬧她也好 她只是內心覺得可憐 直到她聽到媽媽趕她爸爸離開 說她爸爸不好 她的內心就很生氣 她覺得她很沒用 爸爸也很沒用 爸爸離開的時候 最後幾年 她內心已經很生氣她爸爸 直至八年前開始吃素 然後也有個人修行 最近一年採用半生的飲食習慣 例如還會洗腸、行山、每天拉筋 做斷食等等 身體開始沒有以前依賴中醫 而且內在的毒素 她覺得也減少了很多 情緒的波動也少了 而其中一點是她體型變得很瘦 她高168cm 但只有44kg 月初吃一天之後 她的左耳好像突然塞了 如果把頭垂下或躺下就會好轉 這個情況 在中四就是第一次發現 後來每當身體不好都會這樣 當她接觸了生機飲食 應該說是接觸生機飲食之前 她都經常會感到身體內在熱 中醫說其實是因為她本身太寒所引致 每次她做正心 都好像古人練功一樣 就會全身出汗 但現在沒有了 自從聽了這個節目之後 幾星期之前 她開始試了一隻療劑 叫做綠花蠟 即是我們所說的Negmer 吃了療劑之後 她發現自己突然間的左耳又是塞了 於是 原來在之前斷食也試過這樣塞了一次 拔罐之後就好轉 另外她試了半身機飲食 例如食法亞米加生機食物 她發現她左眼的眼罩有條線套進去 我想聽眾是想說眼皮 而她在戀愛方面一直都不順利 又找不到一個覺得心愛她自己的人 那她就想問了 醫生同類療法有好轉反應嗎 另外她想問綠花蠟 其實是否適合她呢 因為出現了左耳塞這個症狀 我想是 那她就問了 另外應該怎樣服用是好的呢 那另外還想問 怎樣才可以有一個正常的體重 即是肥一點 那另外她的背脊 從小開始 都有點寒背 兩個肩膀也都會向前彎 拉筋之後明顯有改善了 同時睡覺的姿勢也都從後面彎曲 要抱著很多東西睡 現在就可以躺睡了 那就想請教一下醫生有什麼可以幫到她呢 大家都聽過這封信 她都說聚述了很多她的經歷 過去的童年的背景 她自己的主力健康上的不同的嘗試 也有一點點說她的性格 是 她在感情上的追求 其實都未曾找到她認為對的對象 那她就說她就自己試過 那個六方 那她就沒有說她自己試過之後 如果她只是提及 乳水有一點點水分出現了 其實聽眾說這麼多東西給你聽 可能是掌握不到真正去辨別療劑的特徵 那她最重要是她自己吃了之後 譬如吃了Nedmur 什麼Potency呢 吃了多久呢 吃了之後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反應 那這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說 你有一個療質合不合理呢 其實你試過你便知道 如果你試過之後 你的身體是改善了 健康好了 睡得吃得快 開心了 情感方面釋放了 那就代表你健康一點 那你健康了 那我便代表療劑是對的 那通常來說 療劑的作用 如果對一個很健康的人來說 其實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反應的 就是你是屬於嚴型的人 但是你處理得很好 你適應很好 你很開心的 那其實你吃的療劑 其實不會有反應的 因為療劑是要幫助一些 有情熱結 或者有能量結的人 那如果你都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結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覺得療劑會幫得到你的 那但是也很多時候 你都看到那個療劑 是可以令到一個人 是出現一個很大的 的改變的 我前一陣子上演 我就去 我回去 滿地可 那我上回我以前的老師 我其中一個老師 很久了 都成幾十年沒有回去 沒有再去聽她的講座 那我就回去聽她的講座 那她其中有講一個個案 那她其中有講一個個案 一個是其他個案 那她是一個音樂家 那她是一個音樂家 是 沒有多久了 媽媽過了生 那女兒就變成獨立 即是孤立了 即是一個人 沒有了媽媽陪伴 結果她仍然是繼續她的音樂事業 一個很成功的音樂家 但是她一件事 她就是不能夠缺分 即是她不能夠找到 即是她自己適當的對象 即是她有一個 情意結 有一個block在那裡 那在Net Mirror 你有時候遇到這個情況 為什麼她們不能夠找到對象 或者不能夠再開放自己的情感 其實背後底子裡 她就很害怕會再受到失落的創傷 即是她的媽媽那裡 她已經一次很大的失落 很大的衝擊 她就是很傷心 很痛苦 她就很害怕這種情緒會再出現 所以令她變成 她不敢再找到對象 她害怕萬一有事發生 Net Mirror其實有這種故事 有一種情意結 結果我的老師就給了Net Mirror給她吃 給她吃她不知道幾劑重劑 半年之後她就結婚了 很快就結婚了 所以療劑的東西 有時候你真的有個結 她說這個鋼琴膏又漂亮 總之是一個氣質很好的鋼琴膏 但她總是不肯結婚 追求的人很多 但她始終不能夠承認 因為這個情意結 所以療劑就會幫到她 但如果你說一個很高能力 即是生活上全都很情緒 很開心 其實沒有什麼療劑可以幫到你 你記住 我自己的妹妹也是Net Mirror 她還很喜歡吃咸東西 但我給她她都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她根本是一個很開心 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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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情緒很平衡的人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特別 當然有些情況之下 例如Net Mirror 是處理水分的問題 被她提及 在她那裡 你怎會想到Net Mirror的跡象 當然她自己想到Net Mirror 也有原因 因為她不開心的經驗 爸爸媽媽那種問題 還有尿瘦 對 她一個人是很瘦瘦 還有水 跟水有關 因為她的耳朵經常有積水 這種稀的水 流用於流的水是Net Mirror 例如有些人 例如初避雙風 初期的雙風是流鼻水流 都好像水汪汪的滴 其實你也可以用Net Mirror 其實有很多層次 有時候 如果你是一種身體的症狀 一個很簡單的身體症狀 你可能用一些低的potency 比如用纤維炎 6X Net Mirror 6X 如果你只是什麼都沒有 只是雙風流鼻水流 都很厲害 我就會用低的potency 例如6X 纤維炎 或者6C 或者30C 但如果這個症狀 是一個情緒的 精神的層面 我們會考慮 如果那個人 基本上身體都挺好的 身體上是不錯的時候 我們就會考慮 用高的potency 幫他 高的potency 所以 在這位梁小姐的個案 我們都很適合你 其實應該她自己吃過 就問她自己 她吃過之後 身體上是否改善了一些 她剛才好像信裡面提及 她說 好像她以前很容易出汗 她好像說現在好了 她是否有說 因為吃了Net Mirror 好了 這件事我都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說出來 她說好了 是否因為什麼原因都好了 是否因為她用那個生機飲食 或者半生機飲食的方法 自己練氣功 做打坐 做拍打 之類的 總之最後 就是你怎樣去 你自己吃了之後 你認為這個是你的療劑 你自己吃一吃 吃了之後 吃了一段時間 看看她的反應如何 如果你是高份能 可能吃了兩劑就可以了 200C 如果你是30C 如果處理那個 有時候沒有所謂的 有時候情緒病 情意問題 因為你用那個中度的份能 譬如是30C 每天吃兩三次 吃了一個星期 情緒上也會有幫助 好了 所以吃法就視乎情況 如果是高份能的 有時候 我們就一天吃它一次 吃它兩三次 兩三天就算了 如果是雙風感冒的症狀 吃6X 那你就默默吃 每小時就吃 可能半天好完 你就不用再吃了 OK 好了 體重方面 她說她自己168Cm 是吧 是 聽起來應該是很瘦的人 是吧 所以 但是她為什麼這麼瘦呢 她很明顯是她的飲食方法 是吧 她的飲食方法 生肌飲食 沒什麼人用這種方法會肥的 通常解釋到她的健康 導致她比較瘦 當然 很瘦的人 也是瘦的 很瘦的人 不會肥肥 不會肥肥之之 很少的 通常比較瘦 瘦一點 其實 自己衡量自己的人 合不合 其實不只是看榜 要看鏡子 有些古怪的想法 她經常都覺得自己很瘦 其實是一種情意的問題 我遇過這些患者 很美女的 一個混血兒很美 但她經常不敢照鏡 為什麼呢 她覺得她是很瘦的 這個療劑是水瘦的療劑 我給了她之後 她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OK 所以你說自己夠不夠 看相對嗎 就自己照鏡子 來看看 可以從這裡可以幫到你 如果是這樣 這位聽眾 不是說自己以前 試過左耳塞了 她吃了Ned Mer 又再發覺自己的耳朵出現 塞了這個狀況 那算不算是屬於一種好轉反應 有時候療劑會推動 你人的身體的反應 那是不是好不好轉反應 就是這樣的 例如你吃了療劑 你以前那些舊患 一段時間又出來 是 但是呢 然後你出來一段時間 那之後 以後就沒有什麼 再出現了 這就叫做好轉反應 那就是你的問題 長期的問題 終於是好回來 或者減少了 那所以 是一種反應 很可能也是 但最終最終 你那個耳水 就是經常有耳水的問題 因為是否吃了Ned Mer 一段時間之後 以後就出現少了很多 好了 那也要考慮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耳水出現呢 如果任何的問題 你經常都有 很大機會是敏感的 對食物敏感的 那可能他對奶類敏感 或者他已經不喝奶的人 那可能對小物敏感 那做素食者 很難會避得到小物的 那可能這也是他一個食物的敏感緣 那所以處理方法很多 療劑是一種方法 還有避免的飲食 即是不良的 或者敏感的食物 也是一種方法 那整體來改善身體的體質 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他也有問 有沒有辦法提升體重 是嗎 那在同類療法 有沒有療劑是幫助我們提升體重 提升它那個 是呀 即是回復正常體重 那他覺得自己偏瘦 即是想提升體重 那同類療法 對於提升體重這方面 有沒有好療劑 在同類療法裡面 如果你是內蠻型的人 假設 內蠻型的人 通常比較瘦些 尤其是頸部 頸部沒有太肥 沒有太肉 通常瘦在頸部 很角的 那這種是他的體質 那這種型的人 怎樣肥也好 他都不會肥得到哪裡 即是他不會變成一個 鈣型的肥嘟嘟的型 即是很難的 所以就是有 一個人的體重 除了當然跟他飲食有很大關係 還有那個本身的體質 也有很大關係 好了 那至於你剛才的問題 到底你是否屬於鹽型的人 那我相信 我也趁這個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下 鹽型的人 那種人物性格是怎樣 還有如果他有問題的時候 他的問題通常是怎樣出現 出現在身體哪個部分 某個部分出現的時候 症狀將會是怎樣 因為鹽型是一個很大型的療劑 很多人 因為鹽型是幫助一些 曾經有些受過創傷 或者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過去不開心的事情 亡懷不了那些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 可以這樣說 很多人在他一生裡 他都會覺得 我會不會是鹽型的人 好像 有機會會是這樣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再詳細 或者再仔細些說一說 鹽型的人 那個人物性格是怎樣 好了 第一 鹽型的人 我先說人物性格 是比較sensitive的人 OK 那形形的人 的sensitivity很強 我們會形容他 是一種多仇善感 比較斯文型的多仇善感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很sensitive的人 他很容易受到周圍的環境 或者被其他人傷害了他 譬如有些人批評他 或者直接是責罵他 或者可能是故意拒絕他 或者在情感方面 感情方面 受到一些失落 這種情況之下 鹽型的人 就會感受得很深 很多人就很快過 但鹽型的人 受到這些 因為他是一個很善感的人 他遇到這些情況 他就很想保護自己 他怎樣保護自己 他就會在自己的情感網上 圍繞一個圍牆 那就是其他人 不要再接觸他 他就會閉嘴他 或者他可能是 我表面上覺得好像很困難的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音樂家 就是他 他就是這樣 其實追求的人很多 但他就不會開放他自己 好了 那這個是鹽型人的特性 那這個梁小姐 看看自己有沒有這種傾向 第二就是那個性格 比較內向 我叫introversion 這個比較上內向 而且是比較嚴肅 他也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 而且他是一個愚美主義者 他做事做得很整整齊齊的 因為他是一個嚴肅的人 他有時候 你覺得他做事想事 很多時候是用他的腦比較多些 那對於鹽型的人 譬如我們拿他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很難拿資料 因為他不會說話 被動一點 而且你問他的話 他會想一想才回答你 因為他close off 他close off 所以在整個過程裡 我們通常 如果是一個嚴肅的人 是有健康問題的人 通常他應該是 他一生裡面是經歷過一種情緒的創傷 他應該是應該經歷過情緒的創傷 但是他不會這麼容易告訴你 還有他這些情感的創傷 他是不會忘記的 我叫做 cannot forgive or not forget 他不會那麼容易寬恕 他亦都是不會那麼容易懷忘的 那這樣說的時候 他可能這種反應 可能一種不忍 即是突然之間哭哭哭得很厲害 他緊緊意懷 他忍不住了 就會有這樣的症狀 有種不受控制地的情緒爆了出來 所以裡面的人 性格內向 很敏感 比較斯文 多仇善感 第三 我們有叫做血絲抵理 血絲抵理 那你知道 如果那些人 把他的情緒握得很緊 他握得很緊的時候 他可能放出來的時候 就會放得很不受控制地 但有時候 我們遇到一些嚴言的人 很多時候 你會被他誤導的 他似乎 他討論他過去的情感創傷 他好像很開放去說 但往往這些人 不是一開始就會這樣 通常他去了很多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之間 他慢慢地學習了 如何將他的內心世界 放出來 或者他可能去教堂 跟很多人聊天 學習是如何開放自己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遇到一些嚴刑的人 你會覺得他不是很保守 不是很含蓄 他不會說不告訴你 他都會這樣說 他好像很開放型 不是一個嚴刑的人 但要小心 要了解 好了 嚴刑的人 亦都是属於保守型 當然 他為何會保守呢 因為他的情緒很敏銳 很怕被人傷 所以他的傾向是比較保守型 而且 就像陳姨所說 不開心的事情 襲罵他的事情 那時候 他寄在心裡 是不能脫掉的 所以任何事物 他可能 他感覺你是批評他的 或者你是侮辱他的 或者你是拒絕他的 那些是他忍受不到的 但是嚴刑的人 因為他很保守的性格 他有問題 他內心世界有問題 他不會去問人 去跟別人傾訴 就是有些人去問他 說他的話 他講一下他就會哭 因為心文仔有時 嚴刑的心文仔也是 你問他的時候 他就突然之間 啞淚水地飄出來 但他就總是 sop-sop-sop 就是sopping那種哭 那種抽搐那種哭 他就不是很流暢的 但是他就不肯說 那要慢慢的 是才能夠哄到他出來的 那所以呢 這種嚴刑的人 就有這種 他不能夠接受別人的幫助 但是他很有趣的 他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就是如果別人去問他 那他就會很有耐性 去聽別人所說的 那所以嚴刑的人 很多是做 就是輔導者 很好的聆聽者 音樂家 心理學家 很多時候你發現 很多這些情況 還有嚴刑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他自然吸引很多人 就會把那些耐心殺掉 告訴你 有些人經常這樣說 遇到什麼人都好 那些人什麼鬼都告訴你 即是深刻 他給人一種感覺 他是一個 可以保守到秘密 不是亂動握東西 不會到像張揚 很有責任感 是可以值得信 所以嚴刑的人 很多時候 他會吸引很多人 是向他傾訴 他內心的不開心 那些事情 好了 嚴刑的人 就像剛才所說 就是有悲哀 即有grief 有history 即有曾經受過創傷 就像剛才所說的 案子 他媽媽過了生 他跟媽媽關係好 這個音樂家 他有這種情緒的悲哀 令到他有這種經歷 好了 很多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 嚴刑的人 因為受了悲傷的經歷 導致他身體上 亦都出現了問題 嚴刑的人 可以這樣說 他是不能夠忘懷過去的事情 聖經上有一個故事 是天火焚成錄的 是吧 那個上帝叫駭 叫他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罪惡之城 那駭太太 永遠不能夠忘懷 他最終要向後一望 一望 上帝將會成為一個炎柱 這個是我們一個 就是我們同學聊法 這麼吻合 是的 他不能夠忘懷過去 他很掛念之志 上帝將會變成炎柱 嗯 那好吧 我們都分享了不少厭刑的事情 或者下一節回來再說 我們再繼續說 是的 好吧 好 唉呀 這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大家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好 醫生剛才你說了很多關於鹽型療劑的資料 但是還有沒有更加多的資料可以和我們分享呢 讓這位梁小姐可以多些參考 是的 因為鹽型是我們一種 我叫Polyquest 是一個大的療劑 所以我們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就是人物性格 皮性的資料 鹽型的人在性格方面 是比較上很Romantic 剛才我講的例子 那個音樂家 他也是一個很Highly Romantic的人 因為很Romantic的人 他可能對伴侶的要求 可能都會比較上要求會高些 所以如果他是情感上 感情路上受過創傷之後 他是需要很多很多年的時間 才能夠康復得到的 但是呢 在一個男女關係 鹽型的人很少是導致一個關係分手的原因來的 為什麼呢 鹽型的人通常是比較上是很忠心的 很忠心的 對他的愛人是很忠心的 而且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一些人在一個很不開心的關係裡面 是不斷地持續了很多年 他都不會分手的 因為鹽型的人是很難 對一個自己經歷過這麼親切的人 是主動分手 而且他是一個很忠心 在一個愛情方面很忠心的人 所以鹽型的人是一個属於很Romantic的 鹽型的人也都是 就是我們昨天所說過 就是他是一個很愚美主義的人 他也都愚美主義得來 他也都要控制著 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控制著 所以有時候他有時候是很執著 有很多催毛求疵 有時候你會看到的 為什麼呢 他是要控制一個環境 就是他不想被環境控制給他們的 很多時候鹽型的人 如果身體上健康上受到問題的時候 他很多會出現疑病的問題 就是hypochondria 就是經常覺得自己是否有什麼問題 他很緊張去找那個問題的根源 可能是很小事而已 很小的問題 但他就會特別緊張 不斷去追溯 到底那個問題是哪裏 因為他是一個愚美主義者 OK 當然了 過分的控制 都會出現一種不良的氣絲 即hysterical這種現象 很多時候他會突然爆發之後 哭哭都很厲害 可能很多不滿的情緒 就會一次過爆發出來 就出現了這種氣絲底里的狂熱的表現 OK 好了 那宋文仔來講 嚴不嚴的人 通常怎樣呢 宋文仔 很多時候你叫宋文仔 很小時候 年紀小小 很成熟的 很乖的 知道嗎 啊這麼小 這麼乖 很多人會感覺到他 好像一個大人 很多時候你留言 會有一個很大人 那這些宋文仔 也都需要很強烈 需要的愛 那也都會很多時候 就是很vulnerable 就是很多時候 很容易都受傷的 很多時候 那些宋文仔 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哄一下他 問他什麼事呢 他初初會不理你 叫你走開啊 沒事啊 不理你啊 他的反應通常都會是這樣的 那麼 到他長大一點了 所謂叫做年輕人的時候 清陽的時候 他這種敏感的問題 持續的 他都不會那麼容易 接受別人的幫助 那還有呢 他對家裡的責任感很強的 自己乖乖地做功課啊 自己乖乖地照顧家裡的所需要啊 那這個都是嚴刑的 總之你看到呢 很小時候 很乖 好像一個大人一樣 很負責任 家裡有些問題 他會想盡辦法去幫助 去處理他 那這個是一個嚴刑的小朋友 但當然呢 如果情緒的創傷太厲害的時候呢 那嚴刑的人呢 都會開始在毒品裡面呢 尋求安慰 都會有時候呢 會發現到這些這樣的情況 好 那這個就是嚴刑的分析 精神情緒方面的分析 至於是雙方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個嚴刑的小朋友呢 你問他東西呢 通常會看著他媽媽的 才回答你 這就是那個啟情意結 那方面呢 是看到那個 即是那個嚴刑的人 是怎樣一個怎樣的人 當然在同學療法 bracon 很多時候呢 我们也要看身体的状况,身体的精神的状况 我们也是配药的,譬如有时候有个人 他就伤风,他的表面症状很简单 不断地流鼻水,大量流鼻水 他可能是一个大肥肥的人 完全不是我们所形容那种炎形的瘦瘦、颈瘦瘦这种症状 其实我们一样可以用Ned Mirror,用Dipotency、Logix、纤维炎的方法可以解决 好了,再帮助梁小姐,再了解自己是不是嫌弱的人 或者我再详细地说一下,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他们会怎样 在精神状态,他们通常是比较保守、很负责任 很多时候是过去一个很端庄的人 因为受到情绪创伤,令到他很沉默下来 有时候会有情绪低落,甚至有些自杀的念头 很少会自杀,因为他太责任感很强的 他不会做自杀的,但他可能有些念头 比较敏感,很多时候很容易被人说到,令到他感觉有创伤 他虽然不开心,但他不会哭的,难哭的 这个言语的人比较难哭的 但真的要迫到他哭出来,他那种哭的声音 好像不是很自动的 或者是一个很歇斯底里地哭的 他不喜欢周围有很多人,很多人喜欢独主 有些问题他也讀独主,自己想起来 因为他很完美主义,通常会发现炎灵的人很手势 你约他,他不会脱离或迟 不喜欢人照顾他,不喜欢人安慰他 炎灵有时会怕什么呢? 是怕那些客宅的地方 我叫做Costrophobic 就是小的地方,或者一个电梯里面 人多的地方,他会有些害怕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炎灵的人有时怕有贼佬入屋 这个症状我过去就不是那么容易见到 但有时你会看到的 炎灵的人对音乐,对音乐,对声音也很敏感 也有时有点咬手指的习惯 Costrophobic 我们中文叫做什么? 幽闭很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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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rophobic 整体来说,炎灵的人很怕太阳 因为他本身很热 所以炎灵的人通常不喜欢太阳 你去外面做新卑鄙很少机会 炎灵的人很多时候会戴太阳眼镜 时不时戴太阳眼镜 炎灵的人,当他身体整体不舒服的时候 哪个时辰最差呢? 早上10点 太阳上顶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问题 譬如他有头痛的情况之后 你问他哪个时辰呢? 他说太阳最高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然而我通常用在一些 有人患过所谓malaria 那种弱疾病的人 我试过有个案子 就是一个四十几岁的男士 四十几二十岁男士 他经常有肚痒 他经常有肚痒 结果你问他呢 还有有头痛的 有头痛的 那问他呢 原来他很多年前是曾经患过malaria 那种弱疾病 虽然用弱是禁止了 就是表面医好了 但是他的阴影还在 那结果呢 我就用Nedmurin这个疗势 给他之后呢 他就没有了事了 那那个炎炎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会容易患一种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的眼发症 这种其实香港人都开始多 以前外国人多 但最近我也都发现很多中国人 开始有这种的病 那么多发症 多发眼发症 multiple sclerosis 那么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 他眼皮呢 眼皮呢 有时候有种 瞬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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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 不喜欢海洋 即是海是海水嘛 但是炎炎的人呢 他通常呢 他是不喜欢近海的 比如你去游船河 去海滩 那么第一 他就怕晒 他不喜欢亮亮 所以他就不太喜欢的 不喜欢去近海的地方 就是香港是很多海滩 但炎炎的人通常都一样的 那么这种感觉 有时候觉得会缓云 这样的身体没有那么自在的 好了 那么如果炎炎的人有头昏的时候呢 他通常呢 他倾向呢 是跌去左边 Tendency to fall to the left side 这种炎炎人的云的时候 不如你见到一个炎炎的人 炎炎瘦瘦瘦 有multiple sclerosis 有很多神经系统的症状 那面部啊 头部呢 一种这样的不开心 就是这种这样的症状呢 那加上呢 他说他云的时候呢 他容易倾向左边 而且你见到他都经常戴着太阳眼镜 有时候他又不想被人见到他的表情 一种这样的保护性 好了 那头痛呢 有很多扁头痛 那太阳上升的时候容易 光照下容易叉 看书容易叉 10点钟到3点钟这段时间 他那种头痛 你形容一下呢 他好像个锤仔 只会是稍微调不透唇 这样一般认护一下 那么也可能呢 而不可能呢 就因为为人家 round來 色素痛 也都可能呢 还有就是花粉业,因为花粉业会流出很多清剔的 这种是net mirror的症状,就是身体的症状 或者流出一些好像蛋白那些,稀稀薄薄的蛋白 炎炎的人很多时候会出现抛衬,尤其是顺部的抛衬 还有它中间很多时候,唇中间会有裂痕 或者是角落头,嘴角会有,或者很多时候会出现飞肢的情况 好了,眼部,刚才梁小姐也提及了,她说她发现眼部有条痕在 炎炎的人在眼的上眼盖上,尤其是小朋友 有时你会看到一条横纹的眼盖 这个是炎炎人的其中一个症状 炎炎的人很容易流眼水,有时被风吹一吹,一大风就会流眼水 有时你会看到炎炎的人有些黑眼圈,我叫Allergic Shiner 或者眼睛突然间有一条心的症状 这些全部都是跟一种敏感的症状有关的 好了,在饮食方面,炎炎的人喜欢吃咸的东西 喜欢吃酸的东西,不喜欢吃肥腻的东西 不喜欢吃很多滑滑滑的东西,例如蚝等 不喜欢吃鸡,饮食方面有这种喜好 炎炎的人因为很害羞,很斯文,不喜欢去公廁 要去公廁,去小便,好像觉得旁边有人听到小便 他就去不了,炎炎的人因为跟水份有关 你记住,眼泪水,飘眼泪水,耳水 很多时候,他在性行为方面 他有时发现他的子宫是比较干的,性行为会比较痛 所以很多炎炎的女性对性方面不太喜欢 甚至乎有种讨厌性 炎炎的人,在烤喘方面 他通常在黄昏时,烤喘会比较严重 另一个问题,例如他的腰背痛 炎炎的人,如果他在腰背痛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他喜欢挖在一些很硬的物件上 有一枚硬的板,或者把拳头挖在后面 他会觉得舒服一点 这种是炎炎的腰背痛的特征 炎炎,我们很多时候都用在一些湿疹方面 炎炎的湿疹部位,通常在发源里会出现 加上其他的症状 炎炎的人也会失眠 当然,炎炎的湿疹主要原因是不开心 或者过去有很多事情困扰他 令到他睡觉睡得不好 如果他睡觉,谁知炎炎的人 喜欢躺在左边 很多时候他会发梦 有没有贼佬入屋 这些是很多方面 帮助大家了解 到底你是否属于炎炎的人 如果你有身体上的毛病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用炎炎 我相信梁小姐 根据这个详细的分析之下 他可能会更加可以掌握到 到底他是不是炎炎的人 希望梁小姐听了今集节目之后 对炎炎这个疗疹有更深入的了解 可以自己再研究一下自己是否属于炎炎的人 另外原医生 我们在讨论区看到一个很新的留言 有位听众说 他有个二十多岁的朋友 最近发现左鼻里面有癌症 他说他知道他朋友会开始电疗 这位听众本人 就听了这个节目很久了 他就说他自己本人是一个 New Age的支持者 对于自然疗法就坚信不疑 有几个问题就想请教一下医生 第一 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自然疗法医生 第二 要劝服他朋友去相信 已经很困难 我想他是自然疗法 而要劝他 劝服他家人 即他朋友的家人去相信这种疗法 就更加渺茫 如果你会怎样做 我想他意思是提供一些 说服他家人的方法 第三点他说 他有朋友认识有自然疗法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听起来 就好像很传销好商业 他就想问到底 怎样去区分一些可信的自然疗法 另外他说 很想得到原医生的意见 他会等待你的回复 这个听众叫Ken 其实我们都 癌症是一个很常遇到的问题 基本上男性 2.8个男性 有一位会出现癌症 大概2.3个男性 2.8个女性 会有一个 差不多两个 一个三个一个 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你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你朋友有这个问题 我过去也有介绍一本书 叫做癌症不是疾病 Cancer is not a disease 因为这本书有个中文版 也有英文版的原著 也有英文版的原著 作者应该是Andrea Morris 现在应该可能去到美国 他好像纽西兰的一个 自然疗法医生 他似乎以前好像自己有癌症 他自己处理好了 所以我们整天都好像 《苹果魔鬼的经济》那本书 他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资讯不对称 就是information asymmetry 资讯不对称是导致很多人吃亏的原因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当然你遇到健康上的问题 应该自己多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了解其实在医疗方面 其实范畴很广泛 虽然香港人因为在现时的西医统治之下 垄断之下 很少人认识了其他的医疗方法 也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以为西医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医疗 而其他自然医疗、中医、同学疗法 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你整体来说 在1978年 美国国会有一个属下 有一个叫做Office of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就是科技鉴定局做过一个研究 他说根本是现时的西方医疗 所谓认识的所谓西医 对抗性医疗 其实80、90%的所做的事 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主要是尤其是癌症那方面 他从来没有做过双重蚊脏的科学 是证实他们那种医癌的方法 用化疗、用电疗、用开刀 对癌症病人有任何真正的好处 比较不医 我亦都跟大家分享过 Professor Harding Jones所说的说话 Professor Harding Jones是 U.C. Berkeley的以前一个 Biophysics 就是生物物理学的教授 他亦都是美国癌症学会 满然的主讲嘉宾 而他说的课题都是说癌症的数据 就是死亡数据 有一年他就公开说 如果一个癌症病人 如果发现自己有癌 他选择什么都不做 他比较用西药的化疗、电疗 开刀的方法来比较 他说什么都不做的人 他的存活率可以多至四年 up to four times longer 不是一定是四倍以上 那就是说 其实根本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就算你什么都不医得好 其实那个效果可能是 你的寿命是更加长 起码你的生活质素会更加好的 但是始终这个信息 不是很多人有能力去理解 而跟进一般人都是很害怕的 一遇到癌症 发了毛 要快去做的 那其实大部分的癌症 都是一种慢性病 癌症不是很快出现的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好好地做多些搜索 研究 那自己从而是找到一个好些的方法 那如果 这位听众可以介绍这本书 《癌症不是疾病》 那还有呢 如果他们是 仍然都是很迷信西医的医疗方法 另外一本书就是《Cancer Industry》 《Cancer Industry》 《Cancer Industry》 这本是一本英文书 那个作者是 那个 Dr. Ralph Morse Moss Ralph Morse Dr. Morse 曾经是美国 一个很出名的 世界很出名的 癌症机构的 其中一个 宣传部的 一个主任来的 那他最后呢 他为什么离开那间 那个机构呢 原来他发现 那个机构是隐瞒 很多有效的医癌方法 他自己加入这个部门 想着我现在可以将 有效的医癌方法 公诸于世了 那他发现 其实整个机构 不是这回事的 他们不会将一些自然的方法 有效的自然医療方法 是给人知道的 他会隐瞒事实 那于是他就离开了机构 就开始自己用自己的 做写书 他写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那也作为一个 consultant 一个顾问 如果有些癌症病人需要 他可以去他那个网上 可以购买一个 有关他的癌的报道 他叫Ralph Morse Report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的 那好了 那再说 你说自然疗法呢 那香港呢 暂时来说 香港就是没有注册的 自然疗法医生在这里 那不像外国 譬如好像在加拿大 美国 是有正正式式大学 就是毕业的自然疗法医生 那在美国 在外国 在加拿大 你要多读完大学 那接着就再读多 四年的自然疗法 那你才可以毕业的 那在香港来说 真正正正受过这一类的 正规的自然疗法医生 其实是很少的 我估计呢 可能不会多过一只手指数得出 那希望呢 将来呢 就会多些人 就是受过专业 正式的自然疗法的专业训练的人 是多些回来香港 那但是你知道呢 香港始终 香港现在的那个法例 是很排斥的 很排斥西医以外的医疗方法 那香港幸好呢 是赤医呢 是很早年呢 就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呢 就进行到成功呢 就拿到注册了 那所以你看到 香港脊椅呢 是越来越多的 差不多现在成过八个 很多在外国 一陆续地回来的 但是香港始终自然疗法呢 是各个情况是很不同的 那市面呢 也都很多人呢 就企图呢 就是扮学校啦 一届一届地来到所谓 培训自然疗法的从业园啦 那但是始终呢 真真正正有自然疗法 就是一种医疗的 就是不应该在一个坊间 有人呢 可以开班啊 受班啊 可以训练这些这样的人 是根本是很难的 那始终呢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啦 也都不想鼓励啦 或者栽培啊 正正正正正统的自然疗法的医生啦 那所以就是属于一种 就是没有人管三不管的 你说自己做自然疗法医生呢 是没有人可以管得到你的 那但是如果真正正要了解呢 你就去看医生呢 你问他呢 就是他那个学历背景在哪儿啦 他是不是外国正式毕业的啦 就是外国毕业呢 外国认可呢 其实有很多情况的 因为在外国呢 都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有一类的自然疗法的从业园呢 他是没有经过这种 所谓四年制的医学的训练啦 或者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医生啦 那变成了呢 也都很多这些所谓咸售的课程是出现的 那香港也都很多这一类的 这类的咸售的所谓所谓的训练啦 那所以怎么去找呢 都要了解啦 就是美国的真真正正正 北美洲自然疗法的学院很少的 大概是七间的 你自己上网可以提到的 正正式式政府认可的 有排发出来的自然疗法的学院很少的 那香港来说呢 我相信都是很少很少的 我暂时不会 我觉得不会多过五位 那但当然啦 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学的 你自己多点上网看资料啦 那也都外国的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呢 大家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工具呢 是自己去帮一下自己的 那好啦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 上次和各位提起过啦 如果各位听众对同类疗法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圆网台那个 网页那里填一份问卷啦 就是看一下大家对 学同类疗法这个兴趣有多深感啦 那另外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要留言的 可以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呢 那好啦 今集时间到啦 各位再见 OK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